不過台北就有蠻多天價的物件了 像是在大安區有一個黃金的三家湯 他非常的醒目這是一間安全帽店 他最近說我要賣了結果開價是3.5億元 當地的房仲就說雖然他的坪數還蠻大的 就有207坪 可是其實一看有一半超過都是地下室 敢開這麼貴是為什麼呢 原來就是看準說如果這邊 因為畢竟老舊了嘛 如果為老或都更的話 有可能大賺一筆 機車呼嘯而過行經北市市民大道 復興南路交叉路口 一定會看到醒目的地標 開業7年的連鎖安全帽店 而這個物件屋主要賣了 竟開出3.5億元天價求售 在一間位於市民大道旁的安全帽店 開價3.5億元求售 不過跟中邊行情並一比呢 相同平數的物件大約價格 約在2.5億元左右 價格明顯高出一些 這價格喊出來真的驚為天人 要賣的不只一樓近60坪店面 還包含149坪的地下室 但超大面積不只電高總價 再加上過去市民大道是鐵路 因為建築法規的關係 一樓會蓋比較低 輸租比較不利 換算成投報率也不到2% 開價是偏高一些 但是因為它是一樓跟地下室 所以地下室其實在這個產品來講 它是會比較 客人接受度比較沒那麼高的地方 會賣比較久 因為它的受眾 它的買方會比較少 所以相對它的地下室 尤其在這金華地段 它地下室 它如果做倉儲啊 或做店面效益啊 會大打折扣 只不過放長線來看 可能有更多人 等的是唯老或都更 因為地段金華在市中心 一旁還有捷運站又剛好是交叉路口的黃金三角窗 目前屋齡已經46年 若未來改建新案以周遭預售案來說的話 目前開價每坪可以喊到130萬元到150萬元之間 現在它附近鄰近的開就已經差不多是130 所以如果都更以後 它現在是三四層樓嘛 未來可能還會 就是如果以大樓來講 它應該漲幅應該是很多啦 這個實際還是要看都更後的狀況 專家來看 畢竟雙北 土地稀缺 若能順利都更或為老改建新案 也許還有增值潛力 東財新聞 邝名浩宇 台北報導 我是故戲直播